Hello,大家好,我是阿特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米饭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如果你学会我这个做法,家里的米饭都不够吃 就连挑食的孩子都喜欢吃 下面就一起来学习这个懒人做法吧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首先我们根据家里的人数准备好大米 大米我们尽量选择这种细长的思苗米 准备好的大米我们加入清水浸泡10分钟 提前泡和的大米煮出来的米饭更加的鲜甜好吃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4个蘑菇和一根香肠 加入适当的温水浸泡5分钟 在这个空闲时间我们准备一根胡萝卜 把胡萝卜的皮剥干净 把胡萝卜切成几厘米厚的薄片 再改刀速遮切成条 再吊转方向切成小方块即可 切好的胡萝卜我们先放在一个碟子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土豆 全部剥干净的土豆我们放在菜板上 同样按一厘米的厚度切成土豆片 再改刀速遮切成长条 再改刀同样切成小方块 切好的土豆块我们也放入碟中备用 这个时间我们的香菇和香肠也泡好了 香菇我们用剪刀把香菇的头部都剪干净 我们再把香肠表面的膜给撕下来 这也是很多朋友都忽略了一个步骤 这样处理过的香肠更加的好吃 香肠我们需要切成四小块 先切成两半 再改刀切成四小块 最后把香肠切成小丁丁形状 全部切好的香肠我们先放碟中备用 香菇我们同样速遮切成长条 再调转方向切成小块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呗 你们的点赞和评论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全部切好的香菇我们放入碟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几颗大蒜 把大蒜切成薄薄的蒜片 切好的蒜片我们同样放一起备用 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油 往锅里加入适量的花生油 先把香菇和香肠加入锅中 开大火翻炒出它们的香味后 再把胡萝卜和土豆加进来 大概翻炒个一分钟左右 炒至其断生即可 接下来我们开始调料 加入一勺蚝油 一勺生抽 一勺老抽 加入一点胡椒粉蒸香 一点食用盐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开大火把汤汁煮开 煮好的汤汁我们倒到煮米饭的锅里 这个时间我们的大米也泡好了 倒掉多余的水 再把大米加入锅中 我们再用铲子把大米抹平 接下来我们把切好的蒜片加入锅中 加入一点蒜片煮出来的米饭 带有浓浓的蒜香味 也更加的好吃 这时候我们可以再加入两个新鲜的鸡蛋 这样有蛋有菜有肉吃起来才过瘾 按煮饭功能煮个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煮好的米饭我们一定要焖个10分钟左右 这样煮出来的米饭不发硬才好吃 哇打开锅盖太香了 这样煮出来的米饭家里人都非常的爱吃 你要是学会我这个做法 家里的米饭都不一定够吃哦 你们赶快也在家里尝试一下这个懒人煮米饭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哦 我们下一道家产菜见 我们下一道家产菜见 ed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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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